他是一个跑者 一年两次是他大放异彩的时刻 他是一个哲人 用天赋无数次激励这个世界 当枪声响起的时候 是他在挑战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只有他相信人类没有极限 但要知道 当站在起跑线前 他将不是一个人 在柏林马拉松 我会推动自己 我不知道极限在哪里 我没有什么策略和战术 训练很多 就会发生改变 我尊重对手 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 我知道自己训练有素 要继续跑下去 并依此激励年轻人 这是人们的需要 什么是一场好的比赛 一场出色的比赛 就是一场好的比赛 它会让每个人都感到快乐 去激励更多的人 让更多的人喜欢马拉松 正能量就是动力 是一种积极的动力 我从很多人那里得到灵感 刘易斯 罗纳尔多 梅西 耐克跑鞋带来的变化 不仅仅是让人们跑多快 而是人们在跑步后 恢复得特别快 让身体更加安全 当思想存在问题的时候 身体也不会太好 作为马拉松运动员 感到痛苦是一种成功 处理好痛苦和一切 就是你的成功 我喜欢跑步 所以保持冷静 我知道这一点 你感觉路上很痛苦 这就是跑步的道理 你不可能完成一个舒服的马拉松 在所有你需要享受的 是为了真正忘记你的痛苦 在跑步中 才能正常的思考 跑步让你活得更久 我相信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长寿 跑步是唯一的方式 如果我不跑步 并不会取得跑步以外的成功 所以我尊重跑步 对我来说 就要计划好生活 跑步把人们团结起来 有了统一 就有了和平 有了和平 就有了健康 我希望每个人都健康 这是一个积极的方式 这样人们就有很多精力去工作 让我们一起奔跑 我总是炫耀和平 想让我们像家人一样去奔跑 就让我们关注人类这个大家庭 让我们看到所有人都是平等的 从特殊人群到大众群体 再到精英阶层 他们都是一样的 唯一能凝聚大家的就是跑步 我们下期再见